四川省2月15号开始生育登记实行取消结婚限制 鼓励非婚生子 你们怎么看 非婚生育登记开放 感觉国内不久就会开放待孕 养猪场主不会关心公猪用什么方式上了母猪 一头强势的公猪上了多少头母猪 只关心母猪怀没怀上 只希望母猪们生出更多猪仔 至于有多少弱势公猪一辈子没碰过母猪 更不在场主考虑之列 不考虑政府的主观愿望 四川放开非婚生育 客观上为贪官 资本家 小企业主等养小三小四小五 并到处留私生子提供了便利 非婚生育放行 进入实操阶段 各位领导的后宫 以后不用找人带齿了 如果没出事 那就按照朱崇八设计的 赵家子孙万万千的路线 继续加速前进 没用滴 今年生也得养个十五刀 二十年才能加入劳动力人口 在城市的 大多清醒了不生或少生幽生 会多生的只有乡下人了 结局也是进程给有产阶级 当廉价劳动力 以前不被允许的 属于违法的 现在都合法了 还是要省在好时代啊 非婚生育合法化 如果不知道谁生的孩子 以后不是乱伦是乱套了 上床前一定要查DNA 孙春兰副总理抓足球 领导抗击新冠 现在又临危寿命 优化生育政策 这次新政策 获得官员们的坚决拥护 因为政策重点放在了 鼓励非婚生育 不用像以前那样 偷偷摸摸的了 这会使强势群体 占有更多女性 二乃三姨太客 堂堂正正 生育子女登记户口了 事实上 大小官员拥有多名女性 早已不是新闻 妇人也一样 只要不张扬 没事的 中婚罪早已名存是亡 几年前强硬控制生育 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再加上贫富过于悬殊 穷人取不起机 光棍已达三千五百万 非婚生育正常化 无疑会使弱势群体 取其更难 作为一个法律人 我甚至有种预感 鼓励非婚生育的国家 配套政策也快要出台了 我们这代人 真的是见证历史了 非婚生育合法 只利读女读男和婚男 唯一不利婚女 也代表一部分中上层男 能够变相合法纳妾 新中国婚姻制度快完蛋了 好消息 上海将从明年一月底 开始允许单亲妈妈 申请生育金和育儿补贴 全面开启鼓励非婚生育 和单亲妈妈模式 未来上海将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 40%的孩子是单亲妈妈 上海将带头实施 只谈恋爱不结婚 女方怀孕男方跑的西方模式 其实非婚生育比例高的 挪威瑞典芬兰生育率 也崩得一塌糊涂 比知名低生育率国 德国生育率都要低的水平 从长期来看 非婚比例水平 可能和生育率高低 没有显著关系了 就是以前非婚生子上不了户口 有钱人也是想生就生 管他妈这么多 把小三直接送到加拿大生 私生子出生就是外国人 这才是有钱人 多的是女人愿意 为了有钱人生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我突然想到 如果大范围非婚生育 会不会出现很多 同父异母的兄妹姐弟 又再次生育的 这样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 婚姻法好像说 三代以内亲属 不能结婚来着 这下婚姻法 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变了 现在这样 没有配套措施的情况下 放开对非婚生育的鼓励 直接后果 就是适龄男青年更难结婚 各级别权贵 互相攀比 非婚子女数量为荣 这难道是大破才能大力 二战之后的前苏联 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影响延续至今 其应对措施有 降低适婚年龄 鼓励生育 承认非婚生育 接受移民 注意 政策上的实施 仍然是基于个体自愿的基础 东正教背景的前苏联 再怎么不堪 也没有丧失人伦底线 特别是 没有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 系统性把个体沦落为 生殖细语工具 有钱人压根 不在乎开不开通非婚生育登记 但愿还是那一群人 又造谣 中国法律不禁止非婚生育 但非婚生育不符合我们的文化观念 不向美国随便交配 随便生还处于一种 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 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 美国有的州要求 被强奸怀孕的女性 也不能堕胎 女权典范 2013年12月新闻 无锡市宾湖区人口计生局 张艺谋 陈廷三个孩子 均属非婚生育 违法生育事实 已查实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根据江苏省超生处罚政策 有媒体粗略 计算出张艺谋生二胎 至少需要交罚款807万元 生三胎更需要缴1.6亿余元 罚款总额超过2.4亿元人民币 估计张艺谋要准备 闯美帝大使馆了